大家好,我是阿欣 我是阿羊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太空食物 可能在一些科學博物館、書店或是遊樂場看過 常見的可能有太空冰淇淋、草莓等這些水果 也可能看過太空章魚燒、太空蛋糕這些太空食物 今天呢,我們就是要來介紹日本的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也就是他們的太空總署JAXA認證的鮭魚口味太空飯糰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做囉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飯糰做出來會是鮭魚口味 湯就是日本紙的熱水,水就是一般的冷水 等一下我們把包裝拆開來之後呢 要把水加到這一條紅線這邊 這邊有一個商標是特別指是JAXA認證的 後面這裡還有清楚的實驗步驟 聞起來什麼味道? 好香喔! 真的嗎? 對啊 那個鮭魚的味道都散發出來 什麼味道啊? 一個很香味的味道 我要拿 好,我們拿去加水吧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裡面有一個乾燥劑 要先把它拿出來 拿走這樣子 好,等一下 好,等一下 太多了 沒關係啦 這是冷的 我可以咬嗎? 好,等一下 我可以咬嗎? 等一下 先用手勺好了 好,這是冷的 好,這是冷的 冷飯糰 搖搖搖搖吧 蛤? 我想要一搖吧 上面那個封起來 先把它上面這個東西封起來 要再搖一搖 不知道有沒有縫欸 會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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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放著燙吧 好,我們放著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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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已經過了15分鐘 其實這邊有一個三角形 所以我要把它捏 然後剪成那個線剪下來 再去邊拍攝 來拍攝 會想要的 照片 也會想要的 溫度 就可以了 哇 很長時間 很長時間 然後我們就把它每個集中 很香喔 我聞看我聞看 好香 可以吃 我也想吃耶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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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鮭魚鹹鹹的味道 鮭魚鹹鹹的味道 你還要吃嗎 什麼感覺啊 跟平常飯堂有什麼不一樣 它比較鮮啊 真的嗎 真的 它比較有餘味 好香 我吃這個 走下去去吃 好好吃喔 好吃喔 很好 好吃嗎 跟便利商店比起來呢 它比較好吃 因為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然後雷翔媽很好吃 然後繼續把它吃完吧 那媽媽吃 鮭魚口味性上市 六十分鐘已經過去了 那我們一樣要把它剪開 那剪開之前還是要先捏一捏 好 好 好了 我們可以吃耶 我想吃吃看 冷飯糰 怎麼樣 不知道如何 沒差別 小魚肉的媽媽 給媽媽吃 你要先講一下 就是 改變 我們吃完了兩個飯糰之後呢 我覺得 熱的比較好吃 我覺得 冷的比較好吃 因為熱的比較酸 因為冷的比較硬 但是吃起來味道都是一樣的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拍這種影片 希望我們以後 還有機會還可以拍別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科學X博士 拜拜 我們要繼續吃了 餵 你忘記餵給媽媽了 媽媽 我現在就是要去哪裡 我要吃的好了 人家學問句話 我們吃光了